今天我们给刘老师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就藏在一个恐怖箱里 怎么又是恐怖箱 我是不是已经逃离不开恐怖箱了 反正你要注意安全 我还记得上一次的恐怖箱 最后的事 没事 没事 真的没事 就是整个箱子被我往后甩 然后飞出去 我保护他 要保护你 他真的是活了 会舔我的手指吗 我能不能这样 就我抓你的手 然后这样你帮我踩 就也是我自己伸进去吗 哈哈哈哈 好 不为难你 谁给我先踢一踢 他为什么有毛 哈哈哈哈 我们要把他抓出来吗还是什么 对 有很多东西 哦 就是里面有很多生物 对 你先来吧 有可能刚才什么 我已经摸到了呀 刚刚他摸到了 没有 不是的 你相信我啊 我保护你 哈哈哈哈 他讲生物 2 hours later 哈哈哈 真的没事 你不敢伸进去了 他不是老鼠吧 不是不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酷啊 哈哈哈 这些水蛆大关 但是我感觉为什么会是一堆纸穴 所以吗 就没有那么恐怖是不是 对他是一堆纸穴 像果冻一类的东西 小二 我太难了 这个梳子 刷刷子 这个上个家 这个拿不出来 别别别别德老师 我们一旦伸进来这个就是不可以伸出去的哦 你已经摸到他了 这还是第一个物品 好像不如做小哥 你感觉他是什么 就是没蜜 哈哈哈 又是个梳子吗 对不对 你用这个当梳子吗 哈哈哈 谁准备的 拿走拿走拿走 给他输的 这是个东西吗 这是什么 刷厕所吗 哈哈哈 一个钢丝球 想让我做饭了吗 哈哈哈 这是女人的一个碎去的吗 哈哈哈 应该只能有 他有声音的意思 哈哈哈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告诉我这是什么啊 弹力球 好像不止一个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个盘子 不行 别骗我你太棒 哈哈哈 哈哈哈 他死了 他已经撒下来了吗 对 你把他的生存环境给他夸买了 是不是还挺好玩 呃 就不是解压那个吗 哈哈哈 嗯 ..... 摸了半天 因为我们知道刘老师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所以我们就为您准备了一个箱子。 正好,正好,我这个玩意。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啦! 这么期待结束吗? 不是,因为恐怖箱终于结束了。 不知道我们送的礼物刘老师还喜不喜欢。 非常好。